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邦邦彤彤看天下 我们今天来继续讲高博士的工厂的惨痛的经验 其实千金难买早知道 所以还没有去投资的人 或是有想说要去中国工作的人 其实都应该要看这一集 这个很恐怖 这真让人想到这个 古时候的这句话就是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因为你带着资产去 带着技术 还有订单 所以所有人都认为说 我只要学会了 其实很容易 我就找人去工厂卧底 那他其实一开始的想法 这种贪念是 他想一个人把你的工厂拿下来 可是这个年轻人是你对他非常好的 甚至比对自己的孩子 就是那种态度 也想要培植他 但是很可笑的是说 有一天他跑来跟你讲说 他想要投资工厂 你就问他说 你要怎么投资 他说很简单啊 你借钱给我投资你的工厂 不是 他不是想 有一次他想买我的工厂 买你的工厂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有一些 我要求很多 要填这个表演 他来一天 他说 他想买我的工厂 我说 那你怎么买呢 对不对 我还以为 他会去找石家专的老板 他的老板 投资 来买 结果他不是 都是要我借钱给他买 买我的工厂 所以我就觉得好笑 那我当初就认为 他大概是被我逼急了 还是怎么样 我还没有往坏里面想 其实这是他估计你真正想的 对不对 他认为这样子 就是他一个人可以经营 很合理 对 很合理 我说 我借钱给你 你怎么还我呢 他说 这个公司很好 将来很有发展 所以我一定会出货 慢慢地还给你 怎么好 我为什么要卖给你了 所以这个 大学毕业才三年 对不对 不过我现在也怀疑 是不是大学毕业的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真的不知道 搞不清楚了 搞不清楚了 但是我这个案子很特别 很特别的就是说 他当初也是有步骤的 这个年轻人 其实是相当聪明的 因为他父亲是一个高干的 好如此 但是他从来不提他父亲的事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父亲是个高干 他父亲也是个学者 他是在北京的地质勘察院的院长 就像我们工技院的院长一样的 他地质勘察院里面 手下就有四千个工程师啊 这些学者的 这么大的一个机构 所以那个时候 但是他非常有步骤 他知道他父亲权力很大 他是胆里面权力很大的 所以他趁我不在的时候 暑假的时候 趁我不在的时候 就跟他父亲说 把你的同学们 来好像到我们宴郊来访问一下 提高他的身价 他父亲就知道了 就找了他的同学 他们也有像 我们台湾实验研究院的什么 这种训练班嘛 他的同学 那这些同学里面 包括人大的副秘书长 和隆江的书记 各路人嘛 都是青壮派的 有权势的 哈马拉就到了燕郊开发局 我们燕郊的书记 就出来招待 哇 这每个官都比他大很多 当然就马上建立权威 他是这个是权贵的一个工厂 但是呢 也因为这个关系 他就到中国银行 给中国银行借钱 借钱的话 就是私下借钱 但是以我的工厂去抵押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你在中国工厂 雇了一个员工 这个员工 因为他有高干的关系 所以有一天呢 这个高干就找了很多的干部 来参观工厂 然后建立了这个高干 确实是都干在后面 所以这个年轻人 就可以拿公司去跟银行借款 对 但是这是非法的 银行也知道非法的 对不对 他也知道非法的 因为他这是我雇的一个厂长 对不起 这非法的 他没有权利去贷款 但是银行就贷给他 那个时候贷给他 120万人民币 然后大家双方盖帐 但是签字的时候 他贷我签 他贷我签 这是伪造的 后来我也经过北京刑事调查局 证明这是伪造的 然后开始 中国银行要我还钱 我说我没有给你定这个合约 然后法院说 这个合约不是有银行的政章 有你公司政章 有银行经理的签字 有你这个代签 我说这个代签是伪造的 他说伪造的 那那个政章是不是真的 我政章当然是真的 每天要用当然是真的 那就好了 政章比较重要 我执任政章 那个我不管 后来我问问一下 哪一个学校毕业的 他说哪里有毕业 不知道是单兵回来 就做法官 就做到院长 就是这样子 最后要我还这个钱 一直到演变的后来 我们就直接讲到最后 演变的后来 这个双方 我就找了很多的人了 我等下慢慢找很多人 这个案子就到最后了 就双方摊盘了 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 就算业家开发区的区长 那个算是 他算是一个比较 还很年轻 所以还有正义感 爬上去就没有正义感 那个时候基层还有点正义感 他就跟我提了很多方法 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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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本来就跟我讲 说应该走了 应该走了 那时候我也听闻了 说不走的话 那个法院就要把我扣起来 关起来 关起来的话到时候 你还是要走 不但还是要走 你还要还这个钱 他才放你出来 所以最后 值得就离开了 我说好吧 那我就走 好好 马上请吃饭 请我吃饭 那这一个 我认为是 我碰到一个 比较 年轻 有正义感的人 但是 在那个环境上 他只要伸到上面去 他就不可以有正义感 有正义感 是伸不上去的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中国 这个问题在这边 所以你说说暴力 这就是全大于法 可是这个年轻人 他想要吃掉你的工厂 最后吃到了吗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年轻人 他后来拿了堆钱 在外面开了一个工厂 关于这一个 我基本上 那个时候还认为 这是一个伪造文师 输诈骗银行的钱 然后你拿到外面去开工厂 这个是标准的 诈骗国家财产罪 超过一百万 是无期徒刑 很重的罪 我当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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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么年轻 才毕业 大学毕业三年 大概 我如果把你置于死 第五 我觉得好像 你良心不过 把他父亲约出来谈一谈 父亲认为 这个小事一专 所以有什么事 以后直接找我 那我就算了 我就没有 他答应把这些东西都还回来 可是 那个时候 已经到过年的时候了 到过年的时候 结果他好歹 他自己就被 那个石家庄的那家公司的老板 骗到石家庄去了 骗到石家庄去了之后 石家庄就要他还钱 他为什么欠他钱 因为他替他卖一些产品 其实是卖到台湾有些产品 那么我付给他的钱 他没有付给他老板 所以老板认为他欠钱 他欠钱的话 在中国来讲 这是失事物会均权 我已经把你抓到手上了 你现在在我的工厂里 你打电话都不行 然后在抓到他的时候 然后他就打电话到冀州去 那冀州是他的老乡 他就约他老乡出来 那老乡是冀州法院的院长 而院长就出来了 然后带了一个法官 所以这是黄雀 黄雀来了 带了一个法官 带了一个书记官来 然后就在那边里 开了一天会 就是要怎么来 把我工厂搬到他那里去 而且还要合法 就这种想的合法的方式 要搬过去 就是说来开门 如果我们不开门怎么办 他都设计好了 所以结果 就把我工厂搬走掉 那个时候我们不肯开门 法官就出来 我是来执法的 你不开门好 来 先把你关起来 最后当然开了门 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 就全搬走了 所以他这个千算万算 以为是这个 他吃到嘴巴里 最后全部到了对方的 口的 就到了对方的 他什么都会拉到 可是我还想要问下去 高博 你学的是化工 对 那你这么专业 而且当时你写的这个博士学会 得了博士学会 其实同时还有很多的篇幅 是在国际级的这种 期刊发表嘛 对 这样的一个技术到最后 生产了终端的产品 对 那么即使是一个法院的法官 去把这样的工厂 吃下来 他怎么做行销啊 他怎么制造 生产制造 品管怎么做 对 这个吃下来的 不是跟法官没有关系 法官是拿钱办事嘛 对不对 这个办事 但是吃下来的是对方的一家公司 是我们的同行 而他是中国 中国的最大的厂 他是这个同行最大的厂 但是他没有技术 他没有技术 而他自己做的管子 常常出毛病漏水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关系 但是这个人呢 你看他的资历 武汉大学教授 写了三本专业的书 后来我知道 没有一本是他写的 他也不是什么武汉大学教授 他连那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这个binding 这个最基本的这种idea 他都没有 在中国就这样 骗来骗去 骗来骗去 所以他就是这一号人物 但这一号人物 很有钱啊 他带我去参观 他的一栋三栋房子里面 打开来这个是瓷器 打开来的四画 都是收集的古董一大堆 但是他没有 其实没有这个 但是在中国就是这样子 这无法无天嘛 他把它扣住 然后把整个工厂弄过去 然后把我们的东西 摆到这个车间里面 就所谓的工厂里面 开始生产 结果我们的工人也跟去了 产展也好 因为拖久了 他们没有工作嘛 也都过去了 然后他自己呢 把他自己被退货的产品 通通放到地下室 然后贴封条 这个就是从我那边拉管 他把他退货的东西 说是我的 但是包砖什么都不一样 这个东西 但是你也听过说 你要查扣 就地查扣嘛 哪有说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查扣嘛 没有这种事嘛 而且另外的话 他把冀州 新加州 新加州也不是他的管区 我们燕州 开发区也不是他的管区 所以他是 越驱之法 越驱之法 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啦 天啊 所以 螳螂捕蚕 黄雀在后 最后有人其实 还是一样嘛 就是跟现在川普 在跟中共打这个贸易战里面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智慧在安全 那么 以您现在的经验 您来看 就是说 如果带一点技术 到中国去开场的 他们能够怎么样可以 避免掉 这样的一个命运吗 这个技术 一般所谓技术 就是我懂你不懂 对不对 我讲给你的 噢不值钱了 就是这样很多东西嘛 他为什么退货 因为他有个诀窍 没搞到 所以觉得 那这个东西 我保不住啊 我一定要教人家怎么用啊 一教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 所以你基本上 你有技术 你到中国去 除非这个技术 没办法公开 或者是某一种的 化学的配方 我弄过去 你就要用 那你没有办法解开 你厉害的 你顶多把这个 拿去化链 或者什么样子 否则你没有办法 一般的话 这些很多的操作上的 或者什么样子 都保不了你的 那你说说这个技术 技术 那么现在的层次 越来越高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在中国 开一个工厂的话 你那个工厂的 所有的机密 都保不住 好 所以你对所有的 这个台商 以及台湾领众 可能还想去中国 投资的 您的呼吁是什么 我想现在还会有人去吗 现在大家都离开了 我想我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现在应该没有人去了 没有人去 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去 还是有人去工作 现在去顶多是工作 工作 到时候 你就要注意 你发薪水没有问题 你就可以 对吧 一个月欠薪水 你就要离开吧 因为我 搬我 把我东西搬到那边去 之后 那么有些工人过去了 后来这个工人又回来了 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他说没有拿到钱啊 工作两个月 没有拿到钱 后来一打听 旁边那个车间 十个月没有拿到钱 十个月不发薪水 就是你吃饭什么都可以 薪水不发 十个月 所以那两个月 就跑回来说不行 所以你要去打工的话 你就要自己的权益 有的时候 你拿不到 你就赶快换 换老板 这个 你不要认为 你法律上 你站住脚 你给他耗 耗到最后 也许吃亏是你自己的 不过基本上面去投资的 我想现在的 个体户大概很少 很少 对 这个大局是已经在改变了 对 大局在改变 我们下一集一见 对 我不认为 还有人会 会到那边去投资 好 我们下一集见 感谢 Apollo Fiber Insight 赞助播出 这位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住在小套房里 根本没有多余的金钱 和空间使用轰衣机 常为了衣服晒不干 和美味而苦恼 幸好 这位年轻人 认识了创新科技的我 我耐潮湿 不会漏电 没有电磁波 安全可靠 别担心我面积不大 简单折一下 再盖上一条干毛巾 让热能蓄积 就能干的更快 更有效率 就算是第二天即用的衣物 也能让你从里到外 干爽洁净 安心出门 而且我勤俭持家 一天不到五块钱 就能解决这位年轻人的困扰 我认识了 在这边 有点重新的衣物 还有评论 是一段重新的衣服 评论